先输然后是连锥两分 搬成了2比1手握两个赛点 那么他们能不能够一举拿下呢 我觉得主要看阵容 就是这两个队伍选阵容的话 如果说阵容旗鼓相当的话 老干爹可能从实力上来讲 胜算比CDC还是要稍微高一些 然后CDC如果能够在阵容上占据优势 然后发挥出优势 自己不失误的话 还是就会赢的 这一局在夜眼方CDC第一手办人 直接是开始思考 可能这一局要做一下调整 对 可能也是确实 觉得这一局至关重要吧 不过这一局CDC是先选 之前都是老干爹先选 然后抢CDC兵女办CDC船长 对 老干爹是这一局在天辉坊 所以CDC这一局如果他不办兵女的话 这个第一手的兵女是可以抢到的 但是 兵女这个英雄其实好像也不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并不是核心英雄 关键 哎呦 直接一半啊 浪费了一个名额在兵女上面啊 嗯 CDC觉得兵女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或者要不然他其实是这样想的 我这样能放出一些英雄自己来选 嗯 从CDC这样办人来看 他就是针对性办人 他觉得老干爹之前两局之所以取胜 一局是马格纳斯的发挥很出色 对 一局就是两局的兵女都很很有效果 所以是办了这两个点 但是这样也就是放出了大树 对吧 大树 大圣 小强 嗯 都还在 那么老干爹这一手办人 应该是大树会居多 反正这个点我们还没有看到放出来过 是的 而且CDC也是一个使用凤凰非常厉害的队伍 所以大树凤凰他们是肯定能够组合起来用的 老干爹其实大树凰凰用的也不错 对 看老干爹这个第二手办人 就是看这个大树这个点要不要放的问题 你觉得相比较来讲 哪个英雄值得你去办 大树 大树 对 因为大树这个隐身系 它是贴树走 哎 啊 船长 这个船长也是CDC的一个四号位点 那凤凰要不要抢呢 凤凰抢 嗯 也可以 凤凰是可以抢的 摇野不是经常玩凤凰吗 对 老干爹这一局的五号位 应该就是凤凰和术士当中二选一了 老干爹考虑的是船长这个点啊 他们之前也是一直在办CDC的船长 他觉得船长的威胁比大树还要大 嗯 船长其实是一个线上英雄 如果说不配好阵容的话 没有那么强 但大树呢是一个信息英雄 他不管配任何阵容 都可以打出稳定的信息量 所以大树是百搭的 然后船长是需要配阵容的 老干爹是觉得CDC的船长用的比较 娴熟用的比较好 也是做了一个针对性的班人 老干爹现在想的是 一个是凤凰这个点 要不要自己抢过来 主宰 主宰 发条技师 啊 这也是老干爹最近使用非常多的两个点 对 可三可四的发条 AI密的主宰 嗯 那CDC 凤凰拿不拿 凤凰是可以选 嗯 但是主宰点弹还算是比较不错 而且主宰这个转呢 他是可以 大树先放大 他后开转是可以解的 所以 CDC也是要考虑一下 而且这样选凤凰的话 就是属于暴露体系给对面去针对 是 老干爹是可以去针对一下的 但是如果你不拿的话 三四手肯定会被扳一下吧 对 所以就是CDC需要考虑的问题 到底对于自己的体系有没有 够不够自信 对 够自信就拿 对 或者你还有所顾虑的话 好吧 自信 因为讲道理CDC这边 凤凰本身就是手绝活 他们单点凤凰都会选 这一句佩大树 没道理不拿 就是没理由不选 对 然后CDC班人 就是虽然说知道对方 肯定会针对这个体系来 选择拿人 但是CDC这边 已经是绝活英雄了 选出来就算被针对了 输了也 输了也认了 就计不如人嘛 对就打到这种大赛你必须打自己擅长的英雄 擅长的体系 就哪怕被针对 只能说 那没办法下次回去再改进一下 对老干爹是自己扮了拍拍熊 也是一个打出的比较不错的英雄 对 然后影魔是被扳 考虑到有发条技师就已经铁定会扳影魔了 看到发条默认扳影魔 除非第二轮去连点 老干爹 还是可以扳一个TB的 TB 对 这个双团控配TB还是非常的强 然后三号位上面 其实还可以再选一个团控 黑弦 可选的非常多 黑弦 谜团 潮汐 虚空 都可以 三团控 这个团战就非常强了 就是感觉不知道去针对哪个点了 对 就是很难能够完全针对到 但是这样的阵容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的干可能力会比较弱 干可能力弱 然后真空气就是要靠大招嘛 对 中间有CD 所以就比较怕对面会选一些比较灵活的核心 怕对面选这种带线阵容 搬了一个杀王 三号位上面 CBC 搬了火猫 对 火猫也是一个比较灵活 然后带线能力很强的核心 这个点CDC是不好去处理的 对 要不然老恩得拿手术士 这一手应该是可以先选一个 酱油 特别是最好选五号位 藏一下英雄 五号位上面术士干扰者都还在 对 或者拉比克其实也还可以 因为打这种团控型的阵容 拉比克是比较好去偷技能的 对 像大树大凤凰大都是能够决定团战走向的一些技能 而且拉比克一选的话也是让CDC如果说他们三号位想选谜团或者虚空的话 可能会有所忌惮 那我感觉这一局的五号位可以考虑拉比克 当然选术士也可以 选术士呢就是线上的进攻性偏弱了一些 偏保人多一点 然后中期有一个大招 团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点 有术士的大招呢作为一个衔接 是可以找机会去秒凤凤凰的啊 还是拿干扰者 干扰者 那CDC接下来要补的就是要亮自己的核心了 嗯 CDC这局看 我们之前也看过就是跟大树凤凰这种配 再去配个美杜莎这种类型的英雄 是的美杜莎是可以配的 不过美杜莎有一点怕主宰出散事 而且我觉得美杜莎体系CDC 最近看打的是不太多的 当然也是大树凤凰第一次用 不知道他们这局会怎么来考虑 嗯 美杜莎的话可能还要配一个大哥VS才可以 这个智容选择就会比较拼 这个智容就是属于容错率的有一点 啊还真是来了 那就是VS美杜莎了 刚手容错率有点低 这个智容里面美杜莎是必须要肥的 美杜莎这个点不能崩 就是中期的节奏不能断 发育不能死 不然这个阵容打到后期 美杜莎只要没有装备就很难打 团战确实很强 能够提升美杜莎很高的输出 但是美杜莎这个点是CDC 几乎是唯一输出点 他们这一局自己扮了影魔 所以中单能配的应该就是美杜莎了 这肯定是个大哥VS 老干爹看一下 备用时间并不是很多 小强 小强拿的好呀 针对性的选人 是 因为老干爹发达技是可三可四的 小强拿出来打三 现在发达打四 这美杜莎看到小强头有点疼 因为小强这个点呢 在比赛中 目前是第一轮会经常会半掉 所以说呢 在第二轮自己再选个美杜莎 小强基本上也是不在的 但是这一局呢 双方的半人是针对性半人 小强是给放出来了 这点CDC不知道是不是没考虑到 而且第二轮的时候也没有搬 对第二轮这两个点也确实是要搬 影魔配发酵技是线上太强 火猫这个点他们处理不了 而且CDC本来就怕带线 所以这个火猫搬的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就是他们自己决定选美杜莎之后呢 小强这个点是比较怕 这CDC就有点难受了 大哥VS这一步已经卖了出来 你后面那一步怎么也得跟上 这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大哥VS能配的英雄 就是影魔美杜莎练金 对 然后练金的话 这局我觉得还是拿美杜莎会好一点 对练金这局其实也不好发挥 对呀 圣堂刺客 圣堂刺客 这个阵容就比较拼了 对 圣堂刺客相对美杜莎的话 他是一个更容易被击杀的英雄 CDC这个阵容呢 虽然说是一个团战阵容 但是在TA刷前的时候 他的保人能力并不是很强 大树跟凤凰不可能一直陪着TA 然后老干街抓人能力是非常强的 发跳桥子小强 三个抓人点 都不需要特别多的技能 或者说是这种道具 就倒溜了 然后就都能够具备 去带节奏的能力了 最后是办了一个 能够影响自己击杀的全能骑士 CDC应该是要半一手卡尔 这个阵容要半一手卡尔的 对 卡尔不管是接发疗技师 框到的人还是小强穿刺到的人 对 这个人头都有点稳 而且灵宗训练点弹也是非常的快 我觉得 哎 半了女王 半女王 他觉得女王对线TA可能线上TA就不好打 对 但是我觉得老干爹拿卡尔 真的就特别好发挥啊 对 主要是CDC选了大哥vs 这次之后老干爹点了一手小强 把CDC这个原本想选的美杜莎给憋回去了 硬生生的换出了一个圣唐刺客 这个选人就有点生硬 最后这个阵容就不太好去完善了 圣唐刺客呢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需要团控 去提供输出环境的英雄 他就是一个单体的输出啊 对 他是切入型爆发输出点 美杜莎是战装炮台输出点 这两个英雄的定位就不一样 对的 圣唐他自己有了自己的装备之后 他就能够跳人脸自己去切人 对 他是自带切入的 最后补离个潮汐 三团控 团战真的是强 这个阵容 我觉得CDEC其实就不用换 就选美杜莎 这个阵容配美杜莎是 是非常舒服的输出环境 但是换成了TA呢 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老干爹 老干爹选择了一首Tinker 也是一个线上比较强 然后 你觉得这一局最后 为什么他们没有拿卡尔会选择个Tinker呢 卡尔是偏抓人 就是比较依赖队友的一个节奏 但是Tinker是个人节奏 他是偏带线的 我们也说了就是CDC阵容呢 是一个团战阵容 抓带线能力的很弱 所以说他选了一个带线能力很强的Tinker 而且Tinker是攻守兼备的 金可攻 翠可守 可能他们搬火猫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Tinker跟火猫也有点类似 就是可以在线上到处飞来飞去的 是的 这个地方CDC是 他们这个阵容呢 最后补了潮汐 团战又加强了 但是几乎就是没有干渴点 他们只能去打团 所以说老干爹这样带线的话 而且是一个能够守塔的一个带线英雄 这个阵容是 这个英雄是非常克制对方阵容的 就是CDC一旦是分开 要去把这个冰箱处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老干爹的人 是可以去抓他们的人的 对 所以老干爹这阵容选择还是比较主动 主要CDC这个大哥VS选了之后呢 可能没想好对方能选小强这个点出来 然后自己的美毒沙是没有能够选得出来 不过CDC这个阵容呢 团战还是很强 如果说TA发育跟VS比较顺的话 中期抱团强推 老干爹正面这一步应该是不太好挡 然后在中期Tinker装备没有成型之前呢 带线的能力还没有达到特别快的时候呢 也形成不了带线的威胁 所以说这局CDC应该说还是有机会 对 就是他们的团战确实是很厉害 就看他们能不能够抓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是的 戴线来说 这种来说 我觉得老干爹这种选择还是要更好一些这一局 然后按照前几局的这种惯例来讲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一局老干爹的胜率可能会偏大一点点 对 我觉得胜算应该要大一些 而且选择英雄也都是一些擅长英雄 而且节奏点也比较多 就是还是跟之前一样 前期有进攻点 然后中期可以发育过度 达到后期的话双合还是很厉害 而且线上说实话不弱 对 线上也不弱 线上的话你看 就是小强他自己是可以就是混 他的就是11的混线能力非常强 是的 然后优势路有主宰加干扰者这种英雄 老十一确实最近看比赛 发现三号位当中混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选手 这个开悟没把小强带上 是个出门开悟 维多利亚的发条 带了一把粉 这波是想找大树撒粉去杀的 很有机会 是破物就撒粉 对 发到其实带了一个风铃之文 大树这个地方隐身过来做眼 过来放眼 确实做了一个狭眼 我们看一下这个破物的位置 破了 破了 但是是格树临破撒粉 大树已经被粉到 发现了 在这个位置 撒尔的技能 虽然是雷霆之鸡 想给到一个视野 大树其实他走的有点慢 雷霆之鸡给上 弹幕冲击黏住 粉的时间 结束了 雷霆之鸡提供了一点后续的视野 但是 再点真眼 再砍再追 但真眼要消失了 还有真眼吗 没了没了 这就尴尬了 对 这就尴尬了 没办法了 这就 真眼跟粉全用 萨尔还有个真眼 但是这样一只连放会比较伤 就不能反这个对方的眼了 一把粉一个真眼 没能拿到这个一血 是有点伤的 这一局CDC好像又是刚三 这个VS带队刚三 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点 大哥VS的功能之一就是刚三 对 因为他作为一个核心 本身带控制 他们刚三 只能说 小强会很开心 对 但是这刚三的老干爹 其实也还可以应对 因为发酵技师 算是一个前期体质 非常不错的英雄 属性非常高 720的血量 然后弹幕冲击 也是比较强的线上技能 所以这个刚三 老干爹并不是很怕 只要放好真眼就可以了 所以大树是自己 也带了真眼 放了两个真眼 一个封印 一个放在线上 为了保证 自己隐身的活动 区域是安全的 中路Tinker堆线圣堂 VS是学了减甲 用来消耗主宰 对 兵线都勾过来 互相发育一波 有大树 小强打潮汐 这也没什么好看的 对 反正就两个人互相发育 对 小强是消耗能力比较强 然后潮汐 打近战应该还是比较优势的 这边放了真眼 发现了对方的真眼 直接反掉 吃树吃掉 对 有大树在的话 他就是利用隐身拍晕 然后队友接技能 可以直接去杀 这个真眼一放的这片树林 大树就不能再过来了 对 就是看到大树了 然后他们就先撤一下 VS再吼一下 但是吼完之后不接普攻 也没什么消耗的效果 是的 这个三人路 这个CDC的钢三 我觉得他们这三人路 不一定比老干爹厉害 因为老干爹 我们前面就说 他们的线上其实不弱的 对 大树是跑到右边来 钻树林 进隐身 朱宰买了一个小魔棒 有群鬼盾 拉了一波野 这边把线勾进塔下去补 中路听者6-4 TA6-1 首郎刺客对听者 还算是比较好队 因为TA开折光的时候 是补到最厉害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用激光去影响的话 就要打到折光上 需要先用普攻破折光 再放激光 这一局打半天 就是感觉线上都有一种 五五开的样子 是的 中上的两个solo位 应该是五五开 然后下路CDC选择了钢三 所以这边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游走 再前期会出现 三路基本是被锁死了 也就是空个服的剑挡 这边大树自己又放一个真眼 把对方的真眼反掉 保证自己隐身的活动 也是安全的 他很早就在这边放假眼了 所以这一块都能看到 想动手的话 最好插的还是这个萨尔 这个萨尔的走位是要小心一点 AME这局可以考虑买个补刀服 把这些树全吃开 这是个好主意 先买一双鞋还是 是可以考虑买个补刀服 买个补刀服吃开 这大树一脸累 对 大树就下落没有我了 没有树就没有我 二级学的继承种子 主宰的步道 14-5 vs 10-1 发育的话差的不是很多 你看凤凰他们也没法过多的去干扰 顶多飞过来点点人 主宰跟发条站位靠前 发条技时血多 主宰有磨免 萨尔站位靠后动不到手 他们想杀的话 最好杀的是萨尔 但是大树这个位置给云 VS是很难去跟的 发条技时一个框 他就上不来了 对 所以CDC这个钢三呢 只能是让对方的人动不了 但是也压制不了对方的发育 就等于是平稳发 互相发育吗 对 互相发育 VS不断地用 在捶S吗 4分钟 发条技时又是准备出去控服了 啊 这部车还是VS没有补到 诶 锤了个远程兵 拜拜这个 最近远程兵经常遭殃啊 哈哈哈 你是在暗指什么 那天CTY不也搭了个远程兵吗 发条技时这样 他动的是把服全部空了 这边对萨尔动一波手 萨尔的位置很危险要送一血了 嗯 还是等凤凰升到三级之后 选择了一波动手 二级的烈日制烤伤害是足够的 对 下路这边CDC想杀的话就只能杀萨尔 所以萨尔的站位是需要小心一点的 发条二级又带了一个真眼 加两个假眼 上路小强 吃一个芒果一个穿刺收两个兵 朝夕27-4全场最高的补刀 小强也密法鞋了 两个人发育都还算比较不错 朝夕密法啊 两个人尽量互相买密法 中路Tinker的补刀比TA要略高一些 一个激光兽一部车子 这个圣坛是已经吃过了 那这波可能是要回一波加 凭借在身上 第四波 лена茴茴 shoots 誒 给了一个选丘框 框到VS 主宰直接跟转 把他技之弹幕充击黏上 这边这个框 框到两个人 凤凰烈日只好给一波恢复 可以把这个弹死 一换一 但这波是发射技是一个酱油 换了对方的大哥 是的 所以说还是非常赚的 对 然后你就抓了一波机会 强行动手 主宰这个赚的线上动手呢 CDC是没有办法的 大树还没有学术甲 点真眼 进来反对方的真眼 直接反掉 这样大树就是不能在左边出现了 不过这一局 他们这样子选择刚三的话 也有不好 就是辅助的等级 可能都会比较低啊 对 主宰相位鞋 有芒果 六个魔棒 再过来打一下野 这边放了真眼之后呢 萨尔只要在这个方面活动 就是比较安全的 对 他们想杀萨尔 必须让大树牵手 大树要把他拍晕 接后手才好杀 对 向路这两个兄弟 潮汐六级了 小桥也六级了 又想穿刺 兽兵加 加兽人 这两兄弟在那转圈圈 这两兄弟 绕着这波兵 两个人换了个位置 对 潮汐是非常肥的 是很肥 经济 补刀全场第一嘛 哎 撒粉 但是找错了方向 大树一个反跑 老干爹得回来找 大树 往塔下走 粉的时间快要结束了 这边还是发现了 弹幕冲击黏住 有没有后续的真眼 点了一个雷霆之机 主宰直接开转 往前跟 但是稍微跟了一下之后 也是没有发现 只带了一把粉 大树第一次也没有发现 就不好杀了 是的 他每次都是在 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被粉到 对 小强过来吃一波圣坛 看一下现在一个 个人经济情况啊 7级是开了个大招 个人经济情况 其实差距真的非常小 没爆发什么人头 而且这一局 罕见的 两个三号位 都比自己的一号位要飞 对 主要是享受了 线上发育 更好的一个待遇 下路这边 还是强行动了一波手 杀了一个凤凰 VS也很危险 给树甲 弹一下 追过来接转 那要转死了 第一波都没用到 对 主宰他第一波 好像根本就没有在里面 对 应该是CDC 他主动动手 因为主宰血量很低 没有杀掉 然后是被对方反杀了两个 这波又是比较上 大哥VS又死了一次 这样VS又有点 开局不顺啊 这个大哥VS啊 开局不顺之后 中期是很难补得起来的 那这一局靠圣堂了 还有潮汐 小强这边八级 准备要动一下了 听客做了魂戒 在野区刷野 小强开大招 进入野区 找一下人 大树也是在隐身 看情况 下路VS 这个战线站的 已经是比较危险了 没有人保护的话 这个线应该是不敢往前带的 带一波线只能回去 诶 小强这边是发现了大树 大树想出来打野 然后被小强发现 一套进这秒了 小强是等级非常高 八级的小强 直接完成一波单杀 然后这个野嘉宾全收 节奏非常的不错 这样相比于潮汐来说呢 小强倒六之后 他是可以动的 潮汐基本上是不能动的 他只能去支援 就是比较被动 小强是比较主动 八道技师过来坐一眼 被发现了 锤出加烧 看这框的位置怎么样 把VS弹开 给了一个陷阱 凤凰在地一下减速 撞到脸上 导弹一炸 想拼凤凰 凤凰拼不掉 凤凰 毕竟是一个长手啊 对 点了两下 有一下是miss 但是凤凰这一下 点出了是真实攻击 还是点死了发条 这边帮TA拉的远古 拉的还是比较多 但这波远古会回血 TA是不太喜欢的 比较适合那种 靠魔法来收的 对比较适合火女 发到几时 直接踢了圣坛 这个地方的眼位 是已经被反掉了 有导弹可以炸一下看 然后这底CDC是放了一个眼 有圣坛刺客在的话 这个远古应该是 他一直都要去堆去清的 对 这波远古打起来 真的是吃力啊 技能又厉害 然后还能回血 浪费了挺多的时间 不过还是要强行清掉 是的 十级 发到几时战中补一下等级 猪崽在野区 六级猪崽 大树 在这里探视野 对 看着曾经验 Tinker回家之后 是买到了飞鞋 十分钟 魂界飞鞋 这潮汐那么肉 小强没办法 对 小强也是点击手 马上做得出来了 卷轴钱已经够了 中路是包了一波发到几时 想强行动手 发到几时弹幕冲击 比较肉 大树A晕 一本TP Tinker过来 撒粉 Tinker的TP取消了 因为看到这波发到几时 应该是必死 感觉他们冲脸 冲得非常凶 对 仨有框大的 看怎么说 直接是给框 然后小强支援过来 一个穿刺 哎呦 穿空了 穿到 放真眼 对 放真眼 放激光 这波是个四号位的互换 虽然说是四号位 但是他们每次杀人都是需要用到一些粉啊 针眼 对于干扰者来讲 这个经济消耗还是负担蛮大的 经济比较伤 现在瑶士混到了六级 然后买了一本经验之书 给发达济师来吃 让他去补六 发达济师目前只有四级多 上路补六算是安全的 对 上堂刺客 跳刀 现在看老干爹的两个节奏点 萨尔跟小强这两个点怎么来动 CDC这个阵容呢 其实没有什么节奏点 他们想动只能是潮汐来动 潮汐这波是更新了 梅肯选择了一波开悟 带着VS 这波开悟 想抓人 包中想杀人破塔 小强的位置 露线 尖刺外科已经开过了 再给一口抽篮 被发现一个锤 锤中先点真眼 小强这边肯定是要死 反跑 哎漂亮了 跑掉了 而且这个位置的真眼 刚点之后是被什么东西给消了 然后一眼信使还被杀了 尖刺外科再挡一波伤害 自己还可以死 但是应该要死的 应该要死 TA是一个加速神符 但这波老师已经非常赚了 拖延了一些时间 然后把信使击杀掉了 对本身这波CDC的潮汐VS开悟 杀个小强就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他都多杀了一个信使 上路这边塞尔被动手 留住原地放框大 Tinker飞鞋飞过来了 一个导弹 大树要死 他这个框大是确保队友能够击杀一个人 就是 又是人头互换 中路的话潮汐是在 耗塔跟着圣堂刺客一起 这样去换人头换塔的话 老干爹是三合发育比较平均 然后CDC这个 是潮汐跟TA发育比较好 但是VS就比较穷了 其实VS一穷的话 他就完全体现不出来是个大哥了 对 等于就少了一个核心 上路大树有修塔 这个塔一直是满血 要不然就一波推掉 要不然就你下次过来还是满血 一波推还是比较难的 大树过来凤凰也在 潮汐也来了 有想法啊 寄生种子 框弹一下 潮汐也没什么想法了 被弹到了那就没办法 老十一下路配合 配合Tinker和萨尔 又是杀了一个战线的VS 老十一这一局动得是非常的积极 这就体验出了三合位的一个差距 是的 老干爹是个节奏性的英雄 然后CDC是个团战性的英雄 这个时候老干爹B团 这没办法去比啊 对 CDC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这个小强也是 真的是有点飞啊 12级 这等级好高 14分钟12级 全场最高 他跟中路的英雄一样高 对这一波CDC是利用自己团战的强势 通过打盾来逼对方开团 小强被VS发现 尖刺外壳挡一个锤 潮汐有水 减速到 穿刺 TA躲开 秒掉小强 继继续回来打 对 这一波盾 老干爹看一下 导弹炸过来 潮汐是有大的 萨尔里面直接放框大 潮汐被大住 放不出大招 有点危险 刷一口没啃 大树一个大 给树甲 这边主宰被放框弹 砸晕 潮汐是没拦放大 不敌斩 斩刀就删一刀 有拦了 潮汐一个大招 主宰直接坠王 但是TA也是被杀了 听客刷了两轮机器人 这一波CDC盾是打不了 但是打赢了团战 是 发脚技师在侧翼 钩子还在 这个地方是CDC自己的真眼 肉杉血蓝并不是很高 CDC可能还想控 但是要等TA活 他们几个人是没有输出的 不具备打肉杉的能力 只有TA有输出 小强已经复活了 那这个盾老干爹 还是要过来守 带着一个宁魂之类 有真眼小强自己 点了一个真眼 有补刀斧 把眼吃掉 潮汐这波蓝并不是很多 发脚技师一个先手 勾接连 但是没有蓝放框 给一个穿刺 抽蓝潮汐空蓝 刷秘法 凤凰烈日制烤 烧死了发脚技师 选越的凤凰 技能释放还是非常的娴熟 但是这里 机器人这个 无限控场 CDC也是不好进去打 对围绕着这个肉扇盾 虽然说CDC没打到盾 但是还是拿到了一些便宜的 嗯 这样僵持的话 CDC的人是不愿意离开 主打去打盾了 哎 他打不过 被看到了 对 他这个装备没有输出来打盾的 这一波是老干爹感觉 对方潮汐没有大招 想抓这个机会来主动打一波 CDC选择了一个三人开悟 中路 小强直接开大了 因为这样僵持CDC其实也很亏 因为Tinker可以带线 但是他们的人是不能分散的 对 抓不了Tinker Tinker过来刷机器人 一发导弹 再刷机器人 自己跳走 Tinker已经有跳了 这样会比较灵活 再导弹 而且很安全了 有机器人在 TA还真的是不好打 大树已经残了 被撇尺留住 一个框 大树想放大 发现没什么人 大树一个小强 发导技师被杀掉 穿刺一下 圣堂刺客被控到位置 主宰跟上有转 帖隐匿一下躲开 转带跟VS 因为有一个弹在 对 换漂亮 换接运给锤 能秒吗 秒掉了 VS这个换很关键 对 VS的换跟凤凰弹落地 是形成了一个配合 把主宰秒掉了 P是回来一个大潮汐 潮汐又海洋外壳 解了状态 潮汐的大招CD也马上好了 是的 再过来追小强 小强 吃了个魔棒 还是被强杀 听客过来一套技能 收了潮汐 这边想追萨尔 萨尔是没技能了 听客刷一套技能之后 魂界再给一个激光 然后跳走 就是不让对面打盾 但这个盾应该还是 发酵技是又活了 但是为了这个盾 真的付出了好多条生命啊 我看电视死了很多人 不过听客是一直没死 而且这个盾CDC 还真的是就是打不了 听客这个控场能力 还是太强了 主宰这一波死的比较伤 他大招是没放出来 主宰等于是死两次 在这个肉栓盾这里 现在主宰是等级 有点跟不上了 这部CDC 回去先缓一波 神囊侧更新了暗灭 他们还是要去控盾 有暗灭打盾非常的快 中路潮汐 刚提过来被撇回家 这一波潮汐有大招了 那么CDC应该还是要利用 这个团战的优势 去强行空盾 来逼对方开团 他们对刷是比较亏的 小强这个位置 自己有睁眼 在附近观望情况 CDC选择立波开雾 开雾打盾 小强已经把这个雾给破了 潮汐是没带反应 点睁眼 发现了 换一下 先刺外壳 先锤中 挡一手 发现实施 勾起来潮汐放大招 干扰者的大 放得晚了一点 潮汐先放大 秒了小强 发现实施被秒掉 听客刷了很多机器人 但是自己不敢上 这边萨尔撇是 自己没死 把VS撇走了 对 猪崽石这波还第一次还没有来 这个盾CDC终于能进来打了 我让这个盾真的已经诞生了 前面他们是低于十个人头 现在已经十六个人头了 都是在这里拿的 打了好久 凤凰给一个猎人指考来恢复 CDC这边终于是 把这个盾是成功控到 这波猪崽石没有来 其实我在想 这个时间 如果他们就不要这样拼命的 去守这个盾 自己去刷钱 是不是还更好一些 也还好 其实 这段时间 听客是也在刷钱 但主要就是队友死的比较多 对啊 主宰死很伤啊 而且前面 本来小强也是非常肥的 这几波也是连续阵亡 小强这两次 应该是在这里面死了有三次 至少三次 再做票刀 又是隐身过来找人 小强本来前期是完美节奏 线上补到优势 然后大招配合队友支援 还完成过单杀 但是这两波为了强行手盾 也是有点伤 塞了一个框 看到了一个大树 大树想进入隐身 还差一点时间 听客跳高台 导弹激光 发现了 再刷一波撒粉 听客的人头应该是 听客是很肥 是的 402的数据 中路 耗一波耗一波 对潮汐没想法 凤凤 凤凰是做出了点金手 然后大哥VS 装备也是偏辅助化 不过经济还不错 跟对方的核心差距并不是很大 也是有一些属性装 这边中路主宰放了一个治疗守卫 这个时间老干人应该是 打不了这么点推进的 打点 试一试对方放了眼 但是只排掉一个 听客这样带线啊 CDC是毫无办法 所以CDC现在还是有一点着急的 大树发现了主宰 做了个野区的防守眼 正受到攻击 正面推进 点掉了一个一塔 主宰继续带线 VS一本TP 打晕 有机会留 主宰赚 但是不能TPVS是有换的 VS这个换 是的 他们直接给斩 没用 一击斩 听客过来 给一个激光 主宰还是被强杀 小强的全球是刺空 也并没有救下自己 对 想再留听客听客跳走 直接TP大树的位置跟不上 潮穴在流人 有水 这边CDC下路 伤长刺客是单杀的发条 CDC这个团战阵容 利用这个信息源大树 还是找到了一个 干客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 他们还是在肉山那儿 真的打得有点伤 对 有点伤 僵持了太久 使得主宰的等级比较低 主宰等级低 原本肥的人变得不肥了 对 然后萨尔 就是你被被迫去开团 然后你还一直跟人家 接了好几拨团 对 萨尔为了买真眼 经济也是被拖得非常的伤 现在是一点经济都没有 主要现在盛藏资格 太肥了 对 老格林现在还是处于一个 非常偏防守的态势 CDC是领先6000经济了 经济也领先的比较多 对 7500 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尽量的把这个优势去扩大 把这个优势转化成对塔的一个领先 要推塔 他们现在是团战强势 但是开不起团 杀人厉害找不到人 优势很大 推不了塔 就是双方都有矛盾点在 对 都有矛盾点 现在这个Tinker刷线 CDC要做这种抓Tinker的眼位才可以 对 利用这种眼让大树在里面找到Tinker打晕 然后队友跟上才有机会 但是大树跟Tinker比的话 他毕竟还是 其中性肯定不行 是的 大树这局也是一直逛街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潮汐是做出了一把跳刀 凤凰因为也是有点金手 所以他的经济还不错 对 比较不错 这边Tinker被大树大住了 但是没 没视野 哎呦 这波没视野 大树一个盲大是大到了Tinker 但是没有杀死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在于 他们不做这种 这种抓Tinker的高台眼位 是的 对 比较可惜 不过这波塔还是退掉了 下路留人 猪仔这个位置想走 潮汐被撇水 被撇水回去 那没有办法 他放大猪仔还可以开转 这波是把塔守住 这个下塔又开始修起来了 对 因为大树可以修 所以CDC优势肯定是不放塔的 这一局要看妹币的带线牵扯了 这边盾应该是已经消失了 两千七的Tinker 这边大树隐身继续找人 跑得飞快 发达技师藏在这里面 暂时没有被发现 还是看到了 等队友过来 可以留一下 发达技师这样藏着 其实没什么意义啊 有大树这样藏 确实是比较危险的 对 潮汐已经来了 你说冰什么时候就被看到了 跳过来 发达技师被带走 这一局凤凰已经是917的数据了 不知不觉 好酷炫 妖怪般的杀戮 他总共19个人头 他一个人占了16个 对 不愧是绝活凤凰 是的 老干爹继续是带线避战 老干爹这一局的核心装 是小强的A杖和Tinker的A杖 这两把A杖一出 高地是特别强 守高能力特别强 CTC是非常难守高的 Tinker是先补了大根 但是因为老干爹的这两个英雄 其实经济都还挺肥的 对 我觉得Tinker这一局 大根倒是没必要这么早出 他们现在处于一个 刷钱拖后的时间 他可能是想自己落单 遇到落单的人就秒 主宰被留了 先开转 想走 大树放大招 主宰是开分身 虎非S 换一手换 强行被A死 留人能力太强了 对 小强也是毫无办法 圣堂刺客这波是开启了 BKB BKB第一波 杀了AME的主宰 萨尔巴朝夕来 撇势回去 Tinker继续来代谢 小强的经济 还是中期补得比较不错的 已经4000块了 这个A杖是快 快有了 已经有了 小强有A杖之后呢 CDC这个阵容就 很难上高地了 只能是打先手 就是VS用换 把这个地宝换下来 然后上上刺客BKB 把这个地宝强行切掉 这个地宝是必须要切的 不切地宝 根本上不了高 已经开始 就无限控 对 开始转A杖了 A杖也做出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CDC想办法去 利用TA的装备领先 去打压制 然后上高地 老干爹就是设法拖后期 拖到TABK装备成型之后呢 格子满了 更新不动了 他们的装备 才可以开始更新 潮汐是补了个笛子 就是想打中期的 小强一让Tinker大跟二级 中路 发现了圣堂刺客 有BKB 小异套直接秒钩 晕到死吗 被爱心的话 关键开启BKB没死 再难回来 潮汐给梅肯 凤凰给利用日制考 这个斩也没有斩到 潮汐是被PS回去了 对 这一波非常关键啊 TA是没有死 TA这个点是CDC一个 四保一的一 对 烈日制考加梅肯 直接难回来了 这个点是不能死 这个点如果一死的话 CDC这个节奏就断了 大叔不点金手 圣堂刺客 飓尝起 这边 大哥为S被抓了 怎么同样的位置 有框 秒掉 Tinker是二级大跟 小强地宝之后呢 他有 很长的控制时间 他可以大招A 穿刺埋地 再用这个尖刺外壳 控很久 这波VS被抓 是没有被救到 小强地宝一埋 掩护队友推进 这个穿刺的距离非常广 看对面谁敢手 导弹一下 撇视一下 掩护AM一强推 CDC少了个VS 地宝往前蹭了一蹭 潮汐有跳大 抽了TA一口蓝 但是CDC这个位置 没反映 没看到这个地宝 继续修塔 这是 哎呦呦我的天 就是老干爹要 推CDC的塔是好难 但是CDC往后 要上老干爹的高 也真的是好难 更难 真的 老干爹这个推塔呢 就是一波 如果不够强势 我可以走 下一波再来 但是CDC这个上高呢 不把这个地宝 不把这个地宝 撬起来 真的是上不去啊 是的 而且还有个Tinker在 肉山刷新 CDC现在唯一能够利用 就是这个盾 能够通过强行空盾 逼对方来开团 这个点是他们比较强势的点 老干爹可能 现在也不会在乎这个盾了 就是现在有盾上不了高地 他们刚刚在这个盾上 吃那么多亏 我觉得如果你再纠结的话 就真的是 没必要纠结 是的 因为他们即使带盾 你你该带还是带 对吧 小强这一局出推棒 因为地宝中来下 不能跳走 但是是可以推的 可以推可以吹 这个地宝是可移动的 Maybe这一局要先补五级大根 很自信的出装啊 要打一个秒杀 很有可能是想配合萨尔的 匡大去秒潮汐的 又是好潮汐一波 CDC是先开悟 想抓一个人 然后再来个空盾 会比较稳 空盾上高 小强是破误了 有反应吗 撒粉 发现了 尖刺外壳 敲晕 直接秒掉 抓人 拿盾 找机会上高 这一下可以把这个塔 尝试去带一下 对 发到技师已经开始带球了 因为他们明显是要去打肉杉的 对 盾是很快打掉 尚当刺客再次空盾 装备 这个格子呀 已经是不够用了 他就 其实对于尚当刺客来讲 跳到暗灭加BKB 就是这三个道具每出来一个 他的作战能力会高一档 对 但是这三个道具呢 其实都不是很贵的道具 是的 最贵的是个BKB 也不到4000块钱 所以他其实偏一个中期吧 算是 对 是个典型的中期英雄 打到后期要么就是换装备 但是换装备肯定是很亏的 他的优点是成型快 成型之后很强 但是如果这个强势机 拿不下比赛的话 再往后拖 就是逐渐疲软 又开始修他了 对 是真难呀 小翔继续找人 现在CDC是比较心急的 尚当刺客这波戴顿是非常强势 但是这个兵线完全带不过去 他露中 听壳带上 露上听壳带中 这个听壳他没有 又抓不了 主宰 没被大树发现 走了 大树跑得好快啊 对 开了个分身走了 大树是做了一个点金手 凤凰骑了宝石 又带了一个雾 小翔也是不断地隐身 帮大哥去提供一下对方的视野 还是避到了中路 这一波二塔 老闻应该是不守的 听壳的大根等级 看一下 五级了 也是没留买活 五级大根 他觉得现在反正还早 冰线一直会被带出去 没必要留买活 主宰这一局是比较穷一点的 对 现在CDC还是上不了高地的 看不到高地 对 上路的二塔又被冰线带过去了 对 这边可能需要等VS混一个18级 换的距离再远一点 可能有机会打一个先手 这边是换了主宰 但是秒开转 大树不在附近 大树如果在的话 给个大招是有机会杀的 大树正好去上路线上 对 这波帖也不在 是空了个双倍神符 主宰更新了散尸 这一局老干爹的双哥都没有留买活 小强好像是看到了信使的位置 回来 有个真眼 发现了小强 真假眼的 凤凰递过来找 直接TP 直接TP 哦呦呦 潮汐也是果断啊 没神技能 直接杀了 那这样潮汐没大 老干爹的核心又可以发育一波 小强这个信息还是提供了信息 下路这个塔是不是又被修满了 一直在修 也一直在被耗 快要又满了 这一波CDC带盾 从上路直接推过来 潮汐来压一波中线 尽量保护一下塔 潮汐是带宝石的 对 潮汐这个宝石带的比较稳 基本上不会掉 来到下路 守塔 上路CDC是个三人推进 我们看到CDC已经开始 做这个抓听客的眼位了 这个眼就应该早点这样来做 主宰跟 干扰者 干扰者是一直跟在主宰的屁股后面 对 这边有个陷阱看到了主宰的位置 但是控制第一时间不在 CDC这个团战这种 已经是被老干爹的带线牵扯的分散开了 这个线必须是分人去处理的 一个人处理不过来 潮汐想出刷新球 这个时候比较可怜的是老万爹的辅助 圣堂刺客金箍棒的话 已经六神装了 这个圣堂刺客 盾销就拿金箍棒 对 机器人 然后加地宝 对 CDC 很头疼 所以我觉得这一局可能注定要打的时间 要打到老干爹想要进攻的时候 他们觉得能打正面了 或者说Tinker被抓是个机会 Maybe的Tinker这一局带线还没有死过 502的数据 选择出装路线是一个爆发型路线 大根蓄灵刀 要秒人 对 盾消了 金箍棒的到手 这是两个盾 全被CDC控到 然后利用这两个盾CDC是破了老干爹的六个外塔 自己还有五个在 而且领先了一万二的经济 现在的唯一问题上高 圣堂刺客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上高非常吃力的英雄 主要是老干爹这个手高能力太强 对 圣堂刺客他点塔其实是非常快了 没有办法 谁来都上不了 凤凰吸把之后准备补BKB 防止 防止被Tinker直接秒了 要开着BKB放地 把弹变出来 小强推推了 这个地方野区老干爹是自己有镇甲眼的视野 潮汐有宝石 过来反野 哎老干爹这波主动出击 因为线上漏了一个圣堂刺客 发条技师打先手 一个勾勾到VS 一个穿刺抽篮 萨尔有框弹吗 一个框 凤凰变弹 潮汐是走了出来 凤凰变弹老干爹先走 没避得Tinker刷一波 他潮汐那边要留人 这个位置 ZDC主要是没有视野 他也不敢留人 还是没有打起来 圣堂刺客过来之后直接这边撤了 大叔捕了一把跳刀 这波是没打起来 打起来的话老干爹的思路应该是 发条技师先手勾 然后萨尔框大把潮汐控住 肩胜斩 Tinker大根 把潮汐给秒掉 应该是想秒潮汐的 因为CDC只要潮汐一倒 就缺少了前排跟控制 VS跟TA就显得很脆弱了 但是潮汐确实不容易倒 现在圣堂刺客40007的经济 在考虑怎么办 可以换一双飞鞋 对 因为总是会被兵线牵制住 对 飞鞋先换了 下一件怎么办 下一件只能换完面 机会 大叔A晕减速 主宰在旁边 主宰过来 大叔放大招 Pinker直接被秒 Maybe被抓 再杀死一个发条技师 大招留下主宰 主宰是走掉了 凤凰 西瓦过来 两下 杀死一个萨尔 三杀 大叔跳过来 再给一个普攻VS 给换小强这边被撒粉 A仗小强也被秒掉 这一波很伤 Tinker直接买活 发条技师也可以买 这波Maybe被抓有点不太应该 这个时间在高地下面站着 而且是站在树林外面 对 被大叔打了一个先手 开了一波塔房 大叔在这个位置 是可以用跳普攻去晕人的 这一路老干净应该是守不了 跳过来 跳过来 晕了一下Pinker 买活死 我的天 一波带走吗 主宰也买活 Maybe掉线了 Pinker是掉线了 老干净打出了几几 这个 又是一波带走 38分钟 没想到 这波是Maybe自己失误了 对 对对她自己失误之后呢也是感觉 自己买活死 确实对于CDC 她们是有去被一波带走吗 直接对 没有了Tinker 她们这个主宰的作战能力比较弱